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得起自己的幸福 他在微博当中发了一条心灵鸡汤 他说自己的生活 自己过好 对得起自己就是幸福 不要强迫别人接受自己 因为他们接不接受 你都可以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随后他在他的评论区当中写下说 不是什么大事 假的真不了 据悉 最近呢 因为陈坤儿子在社交平台晒了家人的聚会照片 聚会的照片当中其中一个人很像当年论坛上讨论的小保姆 由此引发网友的猜测与讨论 随后不少陈坤的粉丝对此表示不满 要求陈坤澄清并且提高造谣者 于是呢就有了这样的一个讨论的话题 说到这篇的时候忽然会想起关于陈坤的这个儿子 这个儿子叫做陈尊佑 显然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大家都知道 但是对于其生母的猜测却一直被大众所关注着 关于生母的猜测有很多种 诸如说是已婚生子过继儿子收养等等 但是这些并没有得到证实 陈坤也从来都没有回应过 所以说才一直被大众所关注着 当这次他的儿子在社交平台晒出家人朋友的合照的时候呢 去去去实实也引起了大象对于其生母的猜测 有粉丝要求陈坤澄清并且提高造谣者 陈坤回复说不是什么大事不理就是了 一句假话穿一亿次也是假话 假的真不了 所以才有前者刚刚我们提到的他发的心灵鸡汤 自己的生活自己过好 对得起自己就是幸福 当然对于粉丝的评论也是有着几分道理的 粉丝说到这样的谣言只会让更多无辜的人被卷进来 如果不告不澄清 只会让谣言继续下去 并且产生更多的谣言 所以这并不是一个好的处理方式 而陈坤回复道不是什么大事 人长一张嘴就是来吃饭和说话的 说的有不对和造谣的也是嘴巴有过错 不理就是了 世界很大信息海量 公共的流量 大家自己选择对自己成长有好处的来看 一句坏话传一万次也是坏话 一句假话传一亿次也是假话 假的真不了 陈坤如此佛系的回应 儿子生母的传闻并没有得到广大粉丝的认同 而是继续与其辩驳 对于陈坤的回应也确实没有错 对于那些谣言自然是假的 假的也永远真不了 对于那些传播谣言者来说 虽然说不去理会他们 但是并不等于这些谣言就没有一点危害和影响 当然我们也理解粉丝的那些行为 意思里面就是说 把他告了 我们这样的话以后就不会再出现这样的一些言论了 陈坤想要的是温柔善良对待这个世界 可是这个世界并不是一定会温柔善待他的 确实实有很多人都很喜欢陈坤的这样的做事方式 有人说真的好喜欢陈坤的思念和做人的方式 所以我们还是要在这里提醒各位 不要过多关注人家的生活 多看看男神的作品不好吗 对啊 说到陈坤真的有太多太多的作品 最近你看了比较多的是哪一部作品呢 我们来大致和各位一起了解一下陈坤的演艺之路吧 其实我了解他更多的是 因为当年他有一个活动 有个项目叫做行走的力量 会觉得好像一个艺人在去做这些 带领大家去做这些的话 是充满正能量的 确确实实也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陈坤呢 早期是在95年的时候 考入了东方歌舞团担任独唱歌手 对他真的之前是歌手 包括李荣浩也跟他一起合作过 给他写过歌 96年的时候 以专业第一名的成绩 考入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本科班 99年主演了电影 《国歌步入到影坛当中》 2000年主演了电影 《向雾向雨又向风》 2003年主演了《金粉世佳》 2007年又主演了电影 《云水摇》 凭借《陈秋水》 这样的一个角色 获得中国电影华表奖 优秀男演员奖 后来又去演了画皮等等 获了很多很多的奖项 说到他的一些代表作品的话 你会想起哪些呢 刚才我也提到 我说 其实他除了在演艺事业之外 也是热心于慈善事业的 担任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中国大使 捐助大爱清晨 关爱老兵 大病医保的民间的慈善项目 2011年发起了心灵工艺项目行走的力量 于2013年11月获得奥地利大使馆颁发的雪荣花勋章等等 包括在2011年的时候有出过一本随笔 叫做《突然就走到了西藏》 突破30余万册的销量真的是非常厉害的 就在马上 他就会有一部新的电影要上映了 名字叫做1921 陈坤在里面主演陈独秀 我真的是非常期待 因为最近正在追的就是 《觉醒年代》里面的陈独秀是余和为主演的 而且余和为也凭借这样的一个角色 获得了很多的一些奖项 好 其实说起陈坤的话 那我们对他的音乐作品有哪些了解 可能之前有听过他的《月半弯》 其实除了《月半弯》之外 还有很多很多的音乐作品 他也发布三张专辑 《渗透》再一次实现 《迷ME》 分别是在2004年 2006年和2009年 细数他的那些电视剧也好 电影也好 真的有太多太多了 我最近看的就是他在 今年年初的时候上映的《世神令》 我对他的角色也印象很深 在演艺圈当中 我们都知道他和赵薇和周迅的关系都非常好 所以他那种正能量的形象 一直深深地影响着我 不知道是不是也影响着你 是不是想要成为像他一样的人呢 好 我们希望的是 我们也能够像他一样 正能量向上 我们要善待这个世界 善待每一个人 万件读书 名为读书 实则读人 任何文字 不管是以铁与血 还是用爱与泪写旧的 都为我们倾诉着不同的人生 欢迎互动留言 诉说你的心事 我们在这里等你 感谢您的聆听 欢迎点赞和转发 请不吝点赞和转发